不再是铁饭碗 国营事业到考人数近十年新低 考生们认真作答 因为这关系者能不能捧到国营企业的铁饭碗 但为何这么多人缺考 人人抢的铁饭碗不再吃香了吗 经济部所属的台电、中油、台水、台糖 昨天举行103年联合征事 今年共有25000多人报名 但实际到考人数只有14000多人 报考和报考人数创届十年新低 相对底录取率就高达6.62% 也去年的5.46%高 台电认为和高考比起来 国营事业的起薪少了6000 且因媒体不断批评 让国营事业的观感不佳等 可能是报考人数减少的原因 不过还是有不少考生看中 国营事业的起薪较好 我觉得福利不错 然后薪水就是比一般毕业生的还要高 如果说考上大概差多少 8000多 经济比较不稳定吧 所以大家都是要跑比较稳定的工作 然后我周遭几乎都是公务员 然后他们的福利都还能做 董新闻台北报导